澳洲开始炒作说 他们的潜水员被中国的海军 声纳给震伤 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报导 首先是澳洲这么样说 澳洲说中国军舰不安全不专业 导致他们澳洲的海军潜水员 其实这一艘是澳洲海军的 图文8号护卫舰 他们说他们经过 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 因为螺旋桨渔王卡住了 所以潜水员就潜下去 但是呢他说 中国的军舰朝着他们靠近 他们要求中方远离 但是呢不久之后就侦测到 中国船只使用船体声纳 所以导致这潜水员安全受到威胁 被迫离开水下 但是现在有不一样的说法 比如说大陆的军事专家张军社说 澳洲跟加拿大你们之前 常常就在那边随便的抹黑跟指控 说中国的什么基建不安全不专业 但共同点是这些事发地点都在中国的家门口 你先不要忘记了 好那针对今天的这一起事件呢 中澳之间才修复好的关系 是否又更紧张了呢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已经做出回应 我想告诉你的是中国军队一项纪律严明 一贯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进行专业操作 希望有关方面停止在中国家门口滋事 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中澳关系改善发展的势头 中国是这样说啦 他说你说日本经济海域嘛 但是中国跟日本的经济海域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中国的那一帕呢 对那我不怎么知道你是来演习还是做反潜训练 我不知道你来做什么啊 我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画红线 因为每次的用语都一样 说中方运作不专业 那你不来我怎么会 你若不来我能拦你 我怎么会碰到你 对不对 这个加拿大也是这样讲 英国也这样讲 澳大利亚也这样讲 美国也这样讲 都说你不专业 那不专业就是我们碰上了 那碰上了这个不是专不专业嘛 而是我执行的界限就在这里 我不让你进来嘛 那当然就会碰上你嘛 那碰上你就会造成你的危险嘛 就这样嘛 这个就是 他在跟那个美国讲的同样的话嘛 他说你是认为绑安全带比较安全 还是不绑比较安全嘛 你如果绑了你就会飙车啊 对不对 不绑了搞不好你不飙车啊 因为你怕撞上 不就是这样嘛 那你老是飙车嘛 所以我就 我就不要跟你有护栏了嘛 对 要撞就来撞啊 谁怕谁啊 结果 我们说这一次是跟美国恢复了沟通管道嘛 对 那这一年来 美国对南海的抵径侦查大概少了500次 哦所以是有效的 当然有效啊 去年多少次你知道吗 2000多嘛 1200多次 前年是1400多次 所以有没有效有效啊 然后今年美国军舰经过台海的次数也减少啊 对 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对 所以有时候啊 这个坦白讲这个就是一个 我坦白说啦 这个大国在建立自己的红线 过程必然有的现象 比如说你说美国加勒比亚你敢去吗 那加勒比亚难道是美国的领海吗 对 不是嘛 那为什么你到加勒比亚他就说你危险啊 比如说怎么会有古巴危机 红线 就是红线嘛 是啊 那俄罗斯的勘察家半岛你敢去吗 上次就那个韩国的领航机就这样被打下来啊 因为那边是俄罗斯的核子基地啊 所以我坦白说啊 我在这里说 你这个讲法律啊 你当然都说得通啊 那可是这个就是大国的地盘啊 比如说上次美国不是在黄海那边演习 那距离北京不到400公里 所以中国大陆火大就在你下面演习 结果美国就草草结束啊 大概三个多小时就移走了 那你说你去跟中国讲说 这里是公海啊 我才不会听你讲这个嘛 这事上美国常常在讲 因为你的武器基本上就打得到 你就威胁到我了嘛 所以这个不是法律问题嘛 是我们讲的这个国际政治军事问题嘛 就好比你说那个B-52那次 B-52那个飞机也没有飞进中国的领海啊 那为什么坚实要去挡你 因为B-52可以发射空对地的核弹 到底这些国家一天到晚来干嘛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先前提到的加拿大的军机 有直升机也有呢 这个我看一下直升机之外呢 也有这个中国的海上巡逻机 我看一下对这里啦海上巡逻机啦 然后还有刚刚讲到B-52 其实这个发生就在上个月 10月的时候呢 中国的战机对上加拿大的海上巡逻机 那加拿大也很不高兴啊 他说你们怎么可以靠我们这么近呢 只有5公尺 那其实有很多的网路上的言论也在说 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空军这么的拼 因为其实说真的 他们也有危险性 那中国大陆的国防发言人吴谦 当时候就发表言论 他就说你加拿大的军机CP-140 多次侵入中国的侍卫与领空 所以呢中国空军 就是照惯例的去跟踪监视 驱离警告 只是中国现在态度很硬 我跟你5公尺 然后再来10月29号这个更猛 这是歼11S近距离的 接近加拿大的旋风直升机 然后还发射了照明弹 让这个直升机回转闪避 那当时加拿大很不高兴啊 他就觉得你我是直升机 你发这个照明弹 如果卷到我的叶片里 那我岂不是GG 但是呢吴谦当时候就讲了 你若不来我能拦你吗 他说加拿大的直升机 我们已经多次的警告 喊话警告 但是他拒绝回应 还采取超低空飞行挑衅的动作 所以中国才做出反制 还有就是刚讲到的 10月24号 歼11去拦截了B52H的轰炸机 这次更猛 跟轰炸机居然距离只有3.05米 吴谦说你若不来 我能拦你吗 一次比一次猛 这个坦白讲是考验飞行技术 对啊 这个当然人家也可以问一句话 你叫他距离中国那么远 你来这里干嘛 对啊我就是想问 那你他必然是借由美军基地起飞的嘛 还用说吗 那你为什么要当美国 美军基地的爪牙呢 你加拿大 爪牙 你加拿大也不是世界大国 这个整个南海这个领域 也跟你无关 你又不是美国 美国常年 二战之后就在这里建立了 无数的基地嘛 那他还跟很多国家有共同防御条约嘛 你加拿大有吗 你加拿大连跟人家签共同防御条约都没有 那请问你一天到晚飞来这里是要干嘛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 所以你看五眼联盟 你可以去看 因为最近美国跟中国在缓和嘛 那往往他的盟友 美国只要一显示要缓和了 那盟友就纷纷比美国更抢头箱 踩刹车吗 最明显的就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就抢在APEC之前 就去上海进博会了 那目前英国也在蠢蠢欲动 卡麦隆接着外长 前首相 那纽西兰早就跟中国很好了 就只有一个国家例外 那国家叫加拿大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加拿大 它出口有72%在美国 它跟中国的贸易只有4% 这么少 非常少 所以它根本就是 没有什么要失去 简单讲就是它就是美国的附庸 你72%依赖一个国家 你不觉得有点离谱吗 我们台湾跟中国的贸易出口 最高的时候是43.9% 我们已经觉得很高了 对啊 对啊 你加拿大72% 那你跟美国就是一体的嘛 就是吃定了啊 是啊 所以 我跟你讲那个历史上 本来五眼联盟就很团结了 一战跟二战 他们都是 都是介入的 就美军只要宣战 那加拿大一定也介入 澳大利亚也派兵 澳大利亚以前可能是帮英国啦 那加拿大也帮英国也帮美国 就是这样嘛 所以中华大陆当然 它对美国也许还近三分啦 对你加拿大 对澳大利亚对英国 不用客气了 完全不客气了 他就觉得你来这里你算什么 但是以前不太会有这种 加拿大军机澳洲军舰的消息 以前有啦 没有那么危险 所以你不知道嘛 因为中国没有这么接近去反制你嘛 所以你应该说是新闻的是 中国大陆决定反制嘛 所以你才会不断看到新闻 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他们报的 对 中国大陆不会去报这种新闻啊 都是英文的媒体在报嘛 对耶 甚至他来抵径侦查的时候 他就带飞机上就有记者 他就是要做大新闻嘛 而且发生的地方 几乎都是南海啦 对 就是他就是要跟全世界说嘛 说南海是公海啦 中国大陆你不可以停海照路 然后在这边搞个 说这里是你的领海区啦领空啊 他就是不断的在强调这个议题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并不是当事国嘛 所以你看你这次你有没有发现 除了菲律宾之外 其他国家都不讲话 对啊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印尼啊 越南啊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讲话 都不讲话 对啊 他就知道你们在干嘛嘛 你们就是来 大美宣大外宣刷存在感的 然后把中国在南海的霸权 把你给抹黄了嘛 他用意在此嘛 那菲律宾当然也是嘛 菲律宾就奉美国的指示 在这边不断小打小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东南亚国家都没有回应 菲律宾的行为 对 他们一定是觉得你很无聊 我们南海行为准则 已经到三读了 那你这边翻翻翻 结果没有办法签啊 你不觉得这个可能是 美国的目的吗 应该就是吧 对啊 不然菲律宾 菲律宾怎么有胆来搞这种事呢 对啊 结果那个南海行为准则三读 三读就躺在那里啊 这让其他国家大部分都同意啊 所以其实就是有人不想要他同意 当然是嘛 有人不想要南海行为准则过嘛 当然啊 当然是这样啊 那但是我们来看哦 但是在中东这一局 美国是不是黄了 因为今天我们要来看到啊 阿拉伯跟穆斯林国家的多名的部长啊 外交部长啦 在20号的时候 联合出访中国大陆 而且呢 一连访问两天 目标是什么呢 要终止加萨战火 你会发现哦 这一些局内人哦 算是当事人哦 他们到中国要去跟北京谈哦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也接待了这个联合代表团 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发言 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阻止这场悲剧继续蔓延扩大 中国在这场冲突中 坚定站在公道和正义一边 冲突爆发起来 我们一直在为推动冲突降温 保护平民安全而努力 为扩大人道救援 防止人道灾难而奔走 为重回两国方案 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 全面公正持久解决而呼喊 所以这个代表团呢 有沙烏地阿拉伯 约旦埃及巴勒斯坦等 外交部长组成的联合代表团 20到21号访问中国大陆 希望找到方法解决以哈僵局 所以他们要跟中国谈 没有要跟西方国家 没有跟美国谈 这个是第一站 第一站 我认为他们开始游说 除了美国之外的大国 因为他们看到了机会 因为安理会刚通过决议 对 那美国弃权嘛 对不对 那个人道主义暂停嘛 然后要允许 所有的人道物资进去加煞 而且 那个内文还写到 包括核心工程能够恢复重建 重建都已经在谈了 在谈 那个安理会的决议有这个词 就是说 对巴勒斯坦人 未来要生活必要的核心工程 比如说水利站啊 电厂啊这种东西啊 你一定要让人家复工嘛 那美国拜登昨天 就在华盛林邮报写了一篇文章 对以色列做了警告 说你不能够占领人家的领土啊 你不能够不让巴勒斯坦人回来了 等等等 那以色列立刻 纳坦亚胡了 立刻表达跟美国完全相反的意见 所以美国的跟以色列的矛盾 也正式浮上台面 就是说 你不可以成立军政府了 你要让巴勒斯坦政府回来了 结果以色列回答说 巴勒斯坦政府守不住加煞了 他们当年就是被哈马斯打跑的了 不认 所以我认为这个僵局 未来美国坦白讲是个麻烦啊 那阿拉伯国家当然是看到机会了 因为安理会如果通过决议 那接下来 那个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就是古特雷斯啊 他对以色列也是很硬的嘛 那接下来他就要去落实啊 那落实如果以色列不从啊 他就可以 我们就等着看了 就可以发动制裁 那发动制裁我相信阿拉伯国家一定全部都跟进 对 那美国呢 对 没有错 美国呢 等着看啊 你就是到时候美国就越来越尴尬 对 那拜登如果这样再下去 我认为他大概变成跟以色列一样都变成世界公敌了 对他选情非常不利吧 所以这个他们是看到机会了 所以20到21他们就开始运作了 而且不是只有中东的国家 他是包括还有外面的穆斯林的国家 亚洲的穆斯林我记得印尼也有去啊 所以这个等于是在堆叠全世界对以色列这个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一个愤怒 开始铺牌了 对 所以未来美国压力会越来越大 这个事实上也是一个常识啦 就是说中美要不要 美国愿不愿意跟中国联手来处理巴以问题啦 因为中国基本上对伊朗跟俄罗斯说得上话嘛 对 那你美国对以色列说得上话嘛 所以坦白说如果 11月刚好中国大陆是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嘛 所以你说安理会那个案子是怎么通过的 当然是中国运作的嘛 他去运作中立小国马尔他提案嘛 对 结果人家 结果美国跟英国都弃权啊 这个太罕见了啦 对啊 而且太明显了吧 等于表态了 对等于表态了 然后接下来就轮到以色列 对啊 美国管得住以色列吗 真的不知道 现在感觉好像有一点无法哦 对那接着人家就要看你美国怎么表态 就看他施加多少压力了 一定会有人提出制裁的啦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关注了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了 我们来聊一下 哇中国大陆真的很快耶 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是哪里 上海到杭州啊 只要不到十分钟 九分钟 这个等于又飞的飞过去吧 中国第一条的磁浮实验线的高速飞车 有一期的工程 大部分飞机一样 对啊 已经在日前完工了 所谓的高速飞车 一期工程完工了 它这 它其实全名高速飞车 它叫做低撑空管道悬浮 磁悬浮高速飞车 它是全封闭的真空管道 这个一个非常新的这个基建 还有悬浮的 磁悬浮的运输 所以它每个小时的时速 叫做1000公里 真的是禁地飞行 这个超夸张的 因为目前如果在中国的话 如果说是现在的 上海浦东机场的磁浮列车 示范线 时速最高是430公里 全线30公里 七分半搞定 上海到杭州170嘛 170公里 所以它高铁大概45分钟 但是如果未来是这个 高速高铁的话 不得了 9分钟 这个太厉害了 很难想象这个商机是什么 因为10分钟跟45分钟 有差吗 一小时经济圈 我知道啦 可是我实在来一想像 有人急的10分钟要到杭州 像亮哥赶节目的话 就可以空中飞人 上海跟杭州我去过很多次 我坐高铁我就觉得相当不错 但应该算是一个 基建实力的展现 不是啦 当然它平常也不用开那么快 真的我就想说有人急成那个样子 所以上海杭州以后最快不到10分钟 我相信这个虽然说实质上 或许你会想说谁这么急 但是呢 的确它是为了要打造一个全国一小时经济圈 所以它要贯通各城市是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你从上海到杭州 如果上海到北京当然有诱因 对你可以再去别的地方 这一段让你快一点 没有啦这个常换车累死 如果上海到北京可以有这个东西 那我大概会去打啦 对不对 就会快非常多嘛 而且这是中国第一条的 磁浮实验线的高速飞车 所以也等着看啦 因为这个等于是在基建 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啦 尤其是在美国 你知道它的基建还在嘟嘟拉拉的时候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 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看乌拉圭来了 乌拉圭访华耶 展开五天的国事访问 外界就预期啦 应该就是想要深化中国大陆 跟乌拉圭之间的一些商业合作吧 乌拉圭是南美洲很重要的国家 因为它跟智利是最自由的市场 基本上南美洲有一个共同市场 就是乌拉圭阿根廷巴西都在里面 那他们本来乌拉圭就已经 本来乌拉圭就要跟中国签FTA了啦 可是就是被这个南南市场给绑住了 所以现在是不是用 就巴西就跟他讲说 我们用共同市场去跟他签 跟中国签 可是乌拉圭说我不等你们 因为你们效率太久了 所以有可能会谈本币交易吗 那个是必然的啦 他是要跟中国签FTA啦 那是更进一步啦 利多在这边 他早就要跟中国大陆签FTA 已经谈很久了 那因为那个智利本来就是 也在CBTPP里面嘛 所以未来南美洲啦 实际上这两个国家都跟中国蛮好的啦 那乌拉圭如果先签完了 后续其他国家 你现在就考到那个奇怪的阿根廷 现在极右翼当选中共 所以不知道要干嘛 所以我估计会卡在阿根廷 因为巴西现在也没问题嘛 可是现在就有一个国家没跟进 可是如果都跟进 那巴拉圭跟台湾的关系就会有变化 所以也牵动了南美洲市场跟中国大陆之间 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邦交火啊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减空 但是暂负增的不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